就是这个形象的答案 乔布斯那样 用毕生的信念自知以求 失败了也不改初衷的人 在中国放毛 在美国也是应该是屈指可数 我觉得是这样 作为一个人应该要有信仰 然后他才能够成功 像中国这样 很少就是有那种宗教信仰 也促使他们可能 就是很少人得到这种成功 这种喜悦 好的 谢谢陆先生 陆先生讲到了一个宗教 有信仰的问题 我们再接一个观众朋友电话 纽约的张先生 张先生你好 你好 刚才听了两位嘉宾的一些经典的概括 所以感触很深 因为我与乔布斯大一岁 可以说是同龄人 所以刚才那个 吉森博士总结了很多网民的话 确实是说的被恰如其分 恶死你 确死你 压死你 承死你 冤死你 疼死你 在这种一党独裁腐败的制度下 所以冲口已经到了完全没有道德的状态 所以第一个观众 第一个听众 有一种观念我很赞同 在这样一种体制下 就只有温饱的鸡 只有无智慧的驴 你到哪里去找乔布斯呢 所以这种体制 反过来说 又恶死了多少个乔布斯呢 而且这种落差还在继续扩大之中 我的话完了 好的 谢谢纽约的张先生 我想刚才观众朋友打电话 也非常的踊跃 也探讨了很多的问题 其中一个的话 大家也集中在中国 是不是有华尔街的问题 其实我们在一般上 表面上来说的话 究竟是有和没有 我们有一位观众朋友的说 表面上它是有的 那么到底有没有 我想请嘉宾君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本身的话 事实上占领华尔街 它因为是美国金融的中心 就是说整个好像有一个地标性质的东西 但是中国有没有华尔街 其实华尔街 它是个地理概念 但是同时它是更是一个 实际上是一个理念 理念是什么 用金融的方式去控制世界 然后用不规则的这种游戏规则 去掠夺社会 某种上这是老百姓抗议的一个对象 而在中国 事实上 它不但有华尔街的一种概念 而且超越了华尔街的邪恶 华尔街至少 它还是用它的钱去影响政客 然后同时政客制定法律 然后共同它在法律环境下去挣钱 它还有一个法律的概念在那 而且中间还是间接的 中国 实际上中国的整个金融 是完全是中国的这几大银行控制的 中共在直接在背后掌摇 它是一体的 它本身是抢你钱的银行 同时的话 决策也是它做的 游戏员 就是运动员和裁判是一个人 而中国的银行业 但是美国这次很反感就是说银行你亏的时候 我们全民质债务去救你 同时的话你赚了钱 你bonus和发展还那么多 其实在中国 中国几大银行历史上多少年前的欠债累累的时候 是中国老百姓用通货膨胀拿出来了1000亿美元 把这家银行救起来 但是几大银行的收费是美国比美国多得多 美国领取各种税用 而且整个对社会的这种利润盘剥 是其他各个国家不能比的 而美国的银行还受美国政府的制约 要求它给中小型企业贷款 而中国银行几乎是把中国中小型企业扔在一边 而不光是银行这个体系 中共的这种不规则的这种游戏规则 就用这个企业去掠夺这个社会 体验方位面所有的央企 地方政府 它都在扮演这条色 实际上中国是遍地华尔街 而且是超越华尔街的邪恶 它是超越于 整个中国自身法律体系之外的一个贪恋体系 你要是说整个就是说 如果说是占领华尔街 体现了美国劳卫性 对于华尔街金融体系的说不的话 实际上中国劳卫性 实际上是时时刻刻都在对中共的 这个更恶劣的华尔街 在每天都在说不 好的 我们又有几个观众朋友打来电话 我们先接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日本的曹女士 曹女士您好 曹女士 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能听到您请讲 您请讲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现在你看 喂 您请讲我们能听得到 我想请问一下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您请讲 现在那个全世界你看 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欧洲也好 现在都是经济非常不景气 我现在说您能听到吗 能听到您请讲 您请 还有您这个时间非常宝贵 您还有30秒的时间 您请请快 请问现在呢 全世界各地经济都非常不景气 那么 现在全世界有那么 好的 可能掉线了 这个声音质量不是特别好 好 我们再接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纽约的周先生 周先生您好 您好 我再补充一句 就是不但中国出不来乔布斯 连美国的乔布斯 美国的比尔盖斯都会受影响 为什么因为他们大版太厉害了 影响了美国乔布斯 美国比尔盖斯的效应 比如说中国的电脑 和美国的电脑 人总数差不多 但是比尔盖斯的软件 在中国卖的是全世界 相对来说是最差的 这就相当于比尔盖斯被盘剥了 那么人类的智慧也就被浪费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也就是说连美国的比尔盖斯 都会受影响 美国的乔布斯都会受影响 全年就知道在硅谷 有成千上万的乔布斯 和比尔盖斯在奋斗 但是真正能够成功的 只有一两个 而这两个是人类 社会的结晶 但是被爆版 被反冒 这样的话也就会影响 另外这个就是说 那个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上里面 他利用这个规则啊 可以说也是 这个确取了美国的利益 为什么呢 他利用叫美国遵守 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而他自己不遵守 那么这样的话呢 吴行东就 使美国的贸易受损害 所以说美国叫中国提高 人民币 那个汇率啊 其实都没有用 干脆 退出世界贸易组织 是最好的 谢谢你 好 谢谢周先生 我们再接近观众朋友的电话 纽约的李先生 李先生您好 这个评论员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这个美国啊 它这个思维游行 实际上是它是反对的 就是说警察维护的 就是那个这个秩序的问题 关于你的内容 像那个抗议政府啊 抗议那个金融界啊 等等这些东西 都是那个所正当的 正是因为对金融界 对政府不满才会游行 因为对老百姓 不会自己反对自己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是一个 再由于在美国来说 这个游行是一种人民的天然的权利 换句话说 就是说这个政府 好的 谢谢李先生 我们再接一个观众朋友的电话 新泽西的彭先生 彭先生您好 你好 其他课程话不讲了 大家都是学习 我也在这学习 因为我所谓 听新唐人电视 看新唐人电视的人 一般的这个 自己的这个数字会比较高一些 而且这个得到的这个新闻来源也比较多一些 那么刚才杰森讲的东西呢 我觉得是很正确的 也是我刚刚想补充的一些东西 就是说他金融界的东西啊 中国有 但是呢 他是这个 比如说旧市啊 他有些银行是应该倒闭的 他用什么方法把这些东西 用人民的钱 去救这个中共那个 要倒台的一些银行 因为他的银行都是太子党 或者他自己的这个人 才可以开的这个银行 那么在美国呢 他比较公开 你政府白宫想救这个东西是不可能 他要经过国会通过某些某些 所以现在有很多所谓示威 就是因为大家知道 要用政府的钱来 救这个银行的大佬 所以大家有反对 但中共不是这样子想 他人民根本搞不清楚 你这个钱从哪里来 也没有去想这个问题 很多大陆已经习惯于不想 这个钱从哪里来 事实上纳税人 就是中国人 普通的人 为什么为什么会 会这么穷 在打工的人 为什么会这么穷 那些发财的人 永远他不会想这个问题 好 谢谢 好 谢谢彭先生 我们时间也非常紧了 大概三四分钟时间 我们再接一位 这个大陆的彭先生的电话 彭先生您好 您有半分钟的时间 你好 两位老师好 主持人好 我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中国的BK为什么没有诞生 就是因为中国 因为你都是在官僚的杂缝里生存 比如说你投标啊 做生理 你首先和官员打交道 美国靠的是你的本领 你是靠竞争的 比如说在中国的教育科研 一切是为政治服务的 有些人就为了升官发财 文科的就成了 导的压嘴喉舌吧 理工的就是导的劳动工具 好的 谢谢彭先生 我们再接一位欧洲的刘先生 刘先生您好 您有半分钟的时间 您好 您好 那个杰森博士说的非常好 中国遍地都是 你好 你好 那个杰森博士说的非常好 中国遍地都是华尔街 这点好像他有很多话没有展开 我请你不过瘾 我请他再多讲一点 好的 这个中国遍地都是华尔街 刚才其实很多观众朋友提出很多的问题 我们今天的时间的话 只有两分钟的时间 我想综合着各位观众朋友的提问 加上我最后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在这种说中共为什么对这个事情 非常的积极地从抬头至为报道 这种恶心事件 在中国国内实际上就是说 没有这种事情 没有对自己本身 那么同时在真正的占领华尔街这个事情 在中国是否会出现 我想请两位嘉宾在最后的评述一下 每人大概只有半分钟的时间 对 事实上的本身来说的话 就是中国有华尔街这个概念 事实上是你只要稍微一想 你就知道是有的 只是中共现在可能还没有意识到 在George Bush这个事件 他非常清楚的 Steve Jobs这个事件上 他非常清楚会影响他的声誉 所以说中宣部已经发出指令说 我们不要报道 这个部分报道 这个George Bush这个事情 但是在华尔街他以为 这是针对所谓的美国政府的 然后他就给大量报道 其实老百姓现在已经在网民中说了 说美国在造反 我们也造反 我们这家伙更深重 事实上我们真正要告诉中国老百姓 其实中国的华尔街到处都是 你其实你就到中国银行 你到中石油门口 你去那儿去 完全的就是中国的华尔街 而且事实上他们背后的唠打碗在中南海 你也可以在那儿认为是华尔街 当然了 中国老平可能没有这个权利 他只能是按照中共的意志去搞这样的宣传 对 对我也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 我觉得非常搞笑 郑州好像组织了一百多个老大妈什么 他带着文化大革命那种红袖章 支持美国人民伟大的这种行动 其实刚才很多嘉宾跟 不是嘉宾跟这个观众也讲了 中国有没有华尔街 我在证券就是投资顾问公司工作过 我觉得这不是说有没有华尔街的问题 中国的这种金融体系跟美国完全是两样 它完全是有政府监控的 所以我们当时作为投资顾问公司 最重要做的什么工作呢 说你要把证券部这些官员搞定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好的 今天我们时间关系的话 可能谈的还不够尽兴 像观众朋友也说 我们可能在后续节目中 在围绕相关话题继续展开讨论 观众朋友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 用英文来说是一个drops 两个jobless 用中文来说的话 是中国没有乔布斯 是否有华尔街 但是我们想真心的是希望 在中国能够产生乔布斯 这样的创新精神的人物 却不要有华尔街一样的贪婪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参与 今天也非常感谢 今天在现场的两位嘉宾 我们的资深的记者 曾曾女士和时事评论员杰森博士 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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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